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我 我的努力的方向 对吧 我哪里能做到他的百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 就很不得了了 所以这种人我崇拜 你们所说的那种偶像 他还不如我呢 我崇拜他干嘛 我崇拜究竟法子 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 你崇拜他干嘛 你崇拜他干嘛 他能做到的 你也能做到 对吧 你不就上去耍去吗 然后再找个人给你包装包装 弄一套美国进口的录音设备 把你那嗓子里那批音给你录掉 然后演唱会你对对口情 这不就都能做到吗 试个人就能做到 但是 这种人就没法值得我崇拜 我也能做到 我还比他做得好 他还不如我呢 我起码不吸毒 我就只抽烟 不吸毒 烟也会可以戒 毒你可戒不了 所以这个吸毒绝对是千万不能沾 因此这个毒品一进入中国 鸦片一泛滥 有时之事就做不住了 是吧 所以 圈三 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查进鸦片 林则徐是清朝的湖广总督 这个清朝地方 中国本部十八个行省 然后五个将军辖区 两个半师大臣辖区 一共是二十五个省级行政区化 这十八个行省里边 设立八个总督 湖广总督管辖 湖南和湖北 两个省 权力很大 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书 言辞恳切 打动了道光皇帝 林则徐说 鸦片 流毒于天下 危害甚居 法当从严 若由异议是之 事实数十年后 中原 己无可以 御敌之兵 还有什么 中原己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 冲响之银 既没有兵 又没有什么 钱 皇上一看 没兵没钱 我这皇上还干什么劲呢 对吧 你不就是因为有兵有钱吗 你是皇上 没兵没钱 你还干什么劲呢 所以林则徐说 心思 即此 能无 鼓励 心思即此 能无鼓励 我一想到咱们中国啊 既没有充响之银 又没有御敌之兵 想到这 我的腿就打哆嗦 鼓就是大腿 然后就打哆嗦 我一想到这 中国没钱没兵 我就打哆嗦 皇上一看 又跟着就哆嗦去了 道光皇帝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当中 是抠门到极点的皇上 就说他是吝啬 他不是 他就节俭到吝啬的程度 就抠门到极点 当年 做皇子的时候 住在这个故宫的北无所 每天晚上 故宫落索 神武门落索之前 这个道光皇帝 拆太监上街买五个烧饼 第二天早上起来 在火上烤烤 自个儿吃俩 福晋吃俩 二个吃一个 这就是早点 几十年如一日 他也吃不厌 他也吃不厌 你想用皇家肯定山珍海味 大吃大喝 不是 每天早点就俩烧饼 就俩烧饼 皇家抠门着呢 抠门着 尤其清朝特别小气 小气 不会赏你什么 有用的东西 皇上竟给你什么奖状之类 这玩意儿 白玉领馆 搬着 不值钱的玩意儿 不值钱的玩意儿 赏个黄瓦罐 你还不敢穿 好不然皇上给点衣服 还得跟墙上挂着 还不敢穿 很抠门 很抠门 这个道光皇帝的衬衫 上面都带补丁 都破的 都是破的 带补丁 然后跟军级大臣谈话 聊着聊着天 他一高兴 一抖了 那袖子出来了 这太恶心了 赶紧塞回去 接着跟人聊一高兴 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又要塞回去 后来大臣就说 节俭是美德 您得为天下臣子 做一个表帅 您就别塞回去 就这么着吧 后来大臣们 做了新朝服 都不敢上朝 新朝服上朝 皇上看 我穿这么破 你穿这么干净 你什么意思 先弄脏了 跟地上打滚吧 上朝去 这个皇上这么抠门 我辛辛苦苦攒这俩钱 全换了什么了 鸦片烟了呀 这还了得了 说宫里都能闻见鸦片烟的香味 那都是那太监抽烟 都能闻见 这还了得了 所以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进烟 然后林则徐虎门消烟 一定要注意啊 虎门啥烟 消烟 不是烧烟 这个鸦片烟是不能拿火烧的 你烧了它就怎么样 它化了 对 可能周围的人都陶醉了 他也化了之后 据说渗到土里 抠出来还能抽 等于就提纯了 本来寒毒量30% 您这玩意烧变50%了 这家更来劲 更带劲了 海洛因就是从鸦片里提炼出来的 可卡因是从骨壳碱里边 大麻那边提炼出来的 海洛因就是从鸦片里提炼的 所以不能烧 是在海滩上挖坑 然后引进海水 然后投入生石灰 把鸦片搁进去一搅拌 发生化学反应 残针排入大海 所以那会儿渔民要在那儿捞鱼 你就上瘾了 天天就在那儿捞鱼 那儿的鱼好吃 味道不一般 天天捞鱼 林泽徐破坏生态环境 但是那时候消烟不得了了 这样一来的话 战争就怎么样 爆发了 咱那个教材特别好 他没讲经过 1840到1842年 你知道这事儿都完了 一开始 英国议会 就讨论这件事儿 对华宣战 打仗你得拨钱 打仗就是打钱 所以宣战得要钱 结果英国的议员们 就表示反对 表示反对 我们国家要是为了鸦片贸易跟中国开战的话 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武装贩毒集团了 那这事儿不能干嘛 所以议员反对 像那个大鸦片贩子 什么滇地啊 马蒂臣啊 一进英国国会作证 他们就说 中国政府怎么迫害英国商人 去作证的时候 有的议员就往他们身上吐口水 然后扔东西 滚出去 可耻 最后英国政府是很想跟中国干一仗 但是议会掌握了钱贷子 议会不批怎么办 所以就上奏维多利亚女王 求女王胜财吧 但那女王那会儿其实也没用 大家都知道君主立宪了 没什么用 但是他说话呢 有影响 有影响 如果政府跟国会发生个矛盾 他可以作为这个仲裁调解一下 所以女王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不是为了鸦片而战 我们是为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开战 这样一来的话就一锤子定音了 我们不是为了鸦片 我们是为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所以英国国会以273票 对264票的微弱多数 通过了对华战争拨款的提案 就多9票 组成了一支东方远征军 当时是4000人 16艘战舰 540门大炮 远征中国 中国当时是1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91万正规军 25万八旗 66万绿营 91万正规军 英国来了4000人 人家就觉得怎么样啊 够了 足够了 那这已经比他比英国预想的兵力多了一倍了 英国人认为1500到2500就能够消灭中国 在整个鸦片战争当中 英军累计参战兵力是2万 中国累计参战兵力是30万 但是呢 英军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武器装备的差距 在其次 关键就是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 对吧 综合国力的差距 咱们是90多万人 都部署在哪啊 就全国哪都有啊 对吧 全国哪都有 人家是就那么几千人 但人家怎么样啊 指哪打哪嘛 就跟小日本侵略中国一样 跟小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个意思一样 你是几百万军队 但你散布在全国交通又那么落后 是吧 清朝省内调兵 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临省两个月 再多了呢 就没谱啊 是吧 所以英军打到浙江 皇上调兵 调哪的兵呢 调四川 川军 这个赴赴浙江参战 调了一千川军 分成两起 头起五百五 二起四百五 等头起赶到浙江的时候 这个战事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 结束一个多月 是吧 然后皇上那个这个 调黑龙江的马队 黑龙江的这个马队 到这个浙江参战 还没进山海关呢 战斗就打完了 是吧 就打完 你从黑龙江调兵 你除非是空降兵 是吧 你赶到浙江参战 是吧 坦克都赶不上 你甭说这马队了 是吧 甭说马队了 是吧 所以就是你看着你九十多万人 但是根本就啊 没用 当时的这个这个中国的军队的话 最可怕的一点在哪啊 就咱们总是说这个就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啊 比西方落后的多 是吧 比西方落后的多 那么这个海上是没戏 肯定是没戏 尖船利炮 路上如果中国军队还保留着当年大清入关时候的那个气魄 也鹿死水手啊 也不可知啊 是吧 因为这个明朝军队的火器装备程度就超过了就是百分之六十嘛 他也打不过冷兵器的清朝 是吧 就那个时候如果你攻马贤手 金鱼骑射 还是有可能的 还是有可能的 你特别像那个时候 比如说 那个时候步枪的发射速度并不比弓箭快 他只不过射成远而已 但是那个神箭手他还能把箭射到三百多米 开外 是吧 射到三百多米 只不过当时中国的这个八旗也好 绿营也好 已经拉不开弓了 是吧 一射箭就射到嘴角面了 就这样了 已经拉不开弓了 就他不 不干嘛呀 不操练 是吧 所以这个战争最关键的因素还是 人 还是人 你再先进的武器 人不行 也盯不上个 也盯不上个 一百多年 自从这个嘉庆皇帝平定白连教 一百多年就没打仗了 八旗绿营早就服 八旗一入关就完了 平定三番就是靠绿营兵干的 到了嘉庆皇帝平白连教的时候 连绿营也不行了 就靠地方团练了 靠老百姓 民兵预备役 靠这帮人了 地方团练了 所以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太差 造成了这个鸦片战争的这种失败 所以这个战争打了两年零两个月 英军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英国在战场上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军官 好像就是个卫官 是上位还是少位 就记不清楚了 咱们这边 这个各级文武官吏 自杀殉国的一百七十多个 还不算战死的 就自杀的就一百七十多个 是吧 级别最高的就是 两江总督御迁 钦差大臣 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管辖 江苏 安徽 江西 三个省 相当于这三个省的省委书记 兼南京军区司令员 是吧 正大级别干什么 镇海之战 自杀殉国 是吧 然后你像江南提督陈化成 七十多岁了老家 是吧 相当于都海县队司令员 是吧 这个广东水师提督 关天培 也见过六十多了 南海县队司令员 是吧 这样的阵亡呢 就多了去了 这样级别的 这高级将领的阵亡 说明那个时候的 清朝的高级将领 还真的是 很有血性的 到后来就很少看见这一幕了 说这高级将领阵亡了 就没有了 是吧 这个很有血性的 所以你打不过人 你怎么办 那就只能干嘛呀 求和吧 只能求和 是吧 这个两国的 这个综合国力的差距 太大 你打不过人家 就只能求和 只能求和 是吧 所以1840年的 这个这个 就是说这个 到1842年8月嘛 签订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 割香港岛给英国 注意啊 割的是香港岛 请你在这个岛字底下点个点 割的是香港岛 你不能说割香港给英国 是吧 香港是由这个 香港岛 九龙丝和这个 新界 三部分 构成的 港岛的和九龙丝 加在一起 占总面积的5% 加在一起占5% 因为这个 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将近1100平方公里 港岛50平方公里 港岛是50平方公里 所以它是这样的 然后 这个开放 广下浮宁上 五处为通商口岸 广下浮宁上 这五个通商口岸 大家看 是位于什么地区 什么沿海 东南沿海 另外呢 这个 所以你看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 广下浮宁上 这几个地方 这恰恰是 今天中国怎么样 最发达的地方 这个 这个 我假期 去了宁波和上海 那边去 有工作安排 尤其你到那个浙江 你看啊 那个真的是发达 发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基本上 它的农村 的这个 农民住的房子 全是那种 对对 小别墅 而且就外边贴着瓷砖的那种 就修的跟北京的公共厕所 全都那样 修的瓷砖 对吧 而且就是 就是我们去那个宁波嘛 我们去那个宁波 那个后来当地的这个 市委宣传部的人陪着我们 跟我跟我们说啊 说是在 他说是到今年年底 是我 我没记住 是在整个 是光是在宁波地区 还是说整个浙江省 也可能就在宁波地区 他说这个宁波呀 所有的农村 就是村 自然村 都要变成居民小区 就全都变成像咱们这种 这个居民小区 然后就是每户人 所有的农民全上楼 然后根据你的面积 分你几套房 分你几套 那一百多米的给你几套 是吧 都全都那样 他都变成那样 经济真的是非常发达 上海也一样 你看得出来的 上海比北京 发达的多 发达的多 是吧 因为大街上洋人特别多 而且一看就是定居在这的洋人 咱们去公园跑步的 在北京你看不见 北京你看都是 背着大包来旅游的 是吧 要是这西装革履的 很少有定居在这的 就上海大街上 北京大概只有在大学里 才能看到 定居的洋人 是吧 但是在这个上海 很多 很多 明显看得出来 他国际化的程度 开放的程度 这个这个 很高 商业这个这个 很发达 所以这个地方是 通商口岸 嘛 然后这个 因为他开放了早 这个 得全国风气之先 另外呢 就是中英 关税商定 就协定关税 中国要跟英国 协定关税 这里边有一点啊 有一点 就大家要这个 要要要明白的哈 就说这个 协定关税啊 应该不应该啊 协定关税是应该的 是吧 你看咱们现在老跟美国搞这个什么贸易 谈判 这贸易谈判 谈来谈去 是吧 主要就谈什么呀 关税啊 但问题是 有漫天要价的 有着地还钱的 你漫天要价 我可以着地还钱 对吧 比如说我们 中国 对于美国的 拿手产品 波音飞机 是吧 电脑芯片 是吧 然后小麦 是吧 橘子 是吧 我们中国给你低关税 我们给你的关税很低 你也得照顾一下我们中国的拿手产品 芭比娃娃 耐克鞋 圣诞树 这是我们中国最拿手的东西 你也得给我们低关税 是吧 你不能那个 我们给波音低关税 你给耐克鞋高关税 这玩意就受不了了 那就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就是双方商量的来 结果当时英国这个关税怎么样呢 没商量 是吧 一口价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的关税是什么概念 咱中国这个 那会儿叫加入WTO啊 原来叫这个 官贸总协定 原来叫入官 后来叫入市 是吧 用朱镕基总理的话讲 说这黑头发都弹成 白头发都没弹成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咱的关税怎么样啊 太高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高的关税呢 保护民族幼稚工业 是吧 保护民族幼稚工业 是吧 所以我们要高关税 这个关税高到什么程度呢 百分之八十七 百分之八十七 所以那个 我印象特别深刻啊 01年 我在香港的超市里 看见卖汽车的 这个 那就在那里边卖 你以为在哪卖 就是地下超市 就卖汽车 丰田科罗纳 十一万九千八港币 当时大陆多少钱 四十二万人民币 是吧 四倍 为什么就大陆的关税 怎么呀 高 而且你还得要进口许可证 是吧 你还得要这个进口许可证 是吧 他为什么要那么高的关税 挡住 这个 洋人 就不让那洋车 怎么呀 进来啊 然后我们好生产我们的 桑塔纳啊 夏利啊 告证 还告证 对吧 现在为什么不用那么高的关税了 因为 我们现在的汽车工业也已经怎么样 发展起来 而且实际上你看到 今天中国的汽车工业 没有什么自己的品牌 全都是什么呢 就是洋人的嘛 大概奇瑞 奇瑞 修车排队 这是自个自个的品牌 是吧 一般都是洋人的 没有自己的品牌了 那已经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们能自己造了 现在科罗纳 叫什么了 不老房 不叫这名了 改了个名 是吧 他已经变成了这个这个这个 完全是自自己生产的了 那 所以 谈谈谈谈谈谈 我们跟 跟这个洋人谈 最后 我们答应 关税逐步降低到多少呢 百分之十二点五 这是我们的底线了 就中国的征收关税的底线 百分之十二点五 当年甭谈就百分之五 你可想而知 这个这个这个低关税 给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到来 带来的危害 是吧 人家是工业制成品 物美价廉 一进来 那咱的手工业品就怎么样 那就瓦解呗 那还用当说吗 是吧 然后列强 攫取了领事裁判权 片面罪惠国待遇 通商口岸 租赁土地房屋 拘留 等特权 领事裁判权 又叫 制外法权 就是洋人在中国犯了罪啊 中国的法律怎么样啊 不能管 由他们的领事进行啊 裁判 这个叫领事裁判权 又叫制外法权 就洋人不受中国法律的 约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当然啊 一方面说是洋人这个 欺负中国 另一方面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法律 是中世纪的野蛮的法律 所以洋人要保留领事裁判权 这个 你比如中国的死刑里边有什么呀 凌迟 洋人就说那你这玩意的话 说我们洋人要在中国误触了贵国的法律 你比如中国人一般凌迟 什么人才凌迟啊 不是是个人就凌迟 一般就干什么才凌迟啊 比如说造反的 就说你侮辱了皇室 或者杀害父母 杀害老师 这样的人是凌迟 天地君亲师嘛 你污蔑这些人 那洋人他万一到中国来 他要侮辱了这个中国皇帝 那凌迟了 洋人说我们不能被凌迟 所以我们这个法律得是 就我们我们我们自己来 是吧 我们自己定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今天如果去那个 沙特阿拉贝这些国家 是吧 就能娶四个媳妇的地方 拿女的不当人的那地方 是吧 你要去那沙特阿拉贝那些国家 是吧 你跟中 比如中国的女子 你跟陌生的中国男子上街 是吧 或者阿拉贝男子 你也没戴面纱 等待你的刑罚 就是乱食砸死 是吧 挖一坑把你埋下来 埋到胸口 然后大家拿石头拍 拍死算 是吧 乱食砸死 那么中国的人 就应该在沙特阿拉贝 享有领事裁判权 你愿意砸 你砸你们国家人 你砸成什么样我也管不着 我们国家人你管不着 你砸得着吗 我们在中国不戴面纱 凭什么到你那儿 非得戴面纱 是吧 所以中国的游戏女孩 没事千万别去 沙特阿拉贝这些国家 伊朗 是吧 千万别去 野蛮到极点了 你包括那美国女兵 在沙特阿拉贝上街 你要不戴面纱 警察过去拿棍子帮你 是吧 没有美国人 保卫你的话 你早让萨达姆吞并了 对不对 你国王早给萨达姆签满的了 是吧 人家保卫了你 结果你还这么对待人家 他也太落后 这些国家 所以在这儿就应该享有领事裁判权 就你法律太落后 是吧 你这个 你不是现在的意义上 国际法吗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是吧 片面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就是怎么着 互相的 对吧 我给你 你也得 给我 我波音过来便宜 你那颗鞋过来也便宜 这叫最惠国 片面的就是 单方向的 另外还有这个 加了个一体均毡这个原则 英国 这个 没得到的权利 中国如果给了其他国家 英国自动就 享受了 就这个意思 再有一个就是 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 永久居住 所以这个后来 再通商口岸就形成了一块一块的叫租借 租借 对吧 然后 美法 这个 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旺夏条约和黄埔条约 这个事知道就可以了 影响 首先是屈辱和灾难 这个没什么说的 然后独立发展的道路被打破 文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这个 半殖民地半封建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两半嘛 半殖民地半封建 这个两半 是什么意思 这个你应该记一下 咱解释一下 什么叫半殖民地半封建 这样你这么写 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它基本上都是有双重含义的 一重是政治上的含义 一重是经济上的含义 它有双重含义 一重是政治上的含义 一重是经济上的含义 先说半殖民地 半殖民地 半殖民地 在政治上的含义 就是中国 部分主权的丧失 丧失了这个部分主权 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主权 都可以 部分主权的这种丧失 但是呢 就是我们丧失了部分主权 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 还有啊 要没有就成完全殖民地了 那就印度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们还有 有一部分 手里还有点 这叫半殖民地的政治含义 半封建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呢 半封建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君主专制政治的动摇 其实咱们古代时 已经不按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讲了 但是这个近现代时你没办法 你不讲半殖民地半封建 那就等于把共产党都否定了 所以就还得这么讲 那么这个半封建 他的这个政治含义 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的这种啊 动摇 原来就是君主专制 一统天下 现在开始出现了君主立宪 开始出现了民主共和 明白这意思吗 这是我们说的半封建 经济含义 半殖民地 经济含义 半殖民地的经济含义 这很好理解 就是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这是他的经济含义 然后半封建的经济含义 就是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或者自给自足的经济就完了 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 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 逐步瓦解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 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 写了吗 所以就是我们看啊 这样解释完了 大家看到半殖民地 应该说不是好事 半封建可不是坏事 你半封建总比全封建强吧 是吧 它不是坏事 是吧 从那个政治上讲 君主专制政治动摇 然后从那个经济上讲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 所以它可不是坏事 因此这两半怎么来理解 两半怎么来理解 是吧 这个意思 好啊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 鸦片战争的影响 第四 近代早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新什么 新思想 新思想的萌发 就是最早中国人主张学习西方 这就是林则徐 首先林则徐 编译出四周制各国律律 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这个九七年嘛 一九九七年 是吧 那个大导演谢进 拍了一个这个 鸦片战争 那个那个电影 是吧 那个电影里边呢 他就是就是最后一个镜头 就我印象特别清楚 就是 林则徐不是被撤职 冲军一礼吗 然后接他班的叫齐善 是吧 齐善后来因为误国 也被皇上下下旨 革职充军 是吧 革职充军 所以这个俩人呢 在郊外遇上了 是吧 这个就是 大家伙就给林则徐送行 送行完了 就林则徐要上车 扭头一看 齐善那车也过来了 然后这俩人去道别 去道别 结果这个齐善就非常悲痛 说那个 你看邵牧兄你 刘放上你弄一民族英雄 是吧 你刘放上是个英雄 你瞅我弄个汉奸 你这玩意恶心不恶心 是吧 所以林则徐就安慰他 说因为你是宗室 你是皇亲 你以后还会被启用 齐善后来果然在 这个咸丰皇帝上了之后 被启用 说你还有见到皇上的机会 说我呢 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皇上了 然后从车里抱出一个地球仪 跟齐善讲 说你以后有功夫 见到皇上的时候 你把这个交给皇上 你告诉皇上 现在的世界形势什么样 是吧 早已经是这个群雄并起 咱不能再 固步自封 老大帝国了 是吧 齐林则徐后来被流放了之后 四年就赦免了 也是这个一路做官 陕西不正史 属陕西巡抚 最后这个 在云贵总督任上 就是去世 告老樊乡 云贵总督任上 告老樊乡 然后后来朝廷派他去镇压台湾天国 没等这个 没等去 就是这个这个就病死了 那死在路上 那死在路上 所以这个朝廷对他其实还是挺没什么的 这是我们讲的林则徐 然后魏元 编写出了海国图志 诗仪长继 以至仪 他认为仪之长继有三 暂停火器 养兵练兵之法 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 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孩子们 你们看 林魏的思想主张是学习西方的什么 而且还是什么技术 军事技术 还只是军事技术 可能林魏 尤其是魏元 他没有琢磨这个东西 那个战列舰后塘炮不是作坊里能弄得出来的 你要学这个 你得有什么呀 工厂啊 你得有大工业 你弄作坊弄不出这个来 他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些 没有想到这些 好 第五 就是二压 一压完了二十年 不是 一压完了不到二十年 二压就要爆发了 二压被看作是一压的什么呢 延续 延续 第一 原因 原因 一压以后 这个列强不满足既得利益 英法美 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 遭到拒绝 英法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 遭到拒绝 所以决定这个武力 是吧 满干 用武力来这个解决问题 清政府为什么拒绝英法美的修约要求 其实说穿了是清政府 看不起英法美 就是一次鸦片战争 把清政府打疼了没有啊 没有 打明白没有啊 没有 一不留神嘛 打了一场小败仗 开了几个小口 朕从来都没去过 大概清朝也就是 乾隆爷 康熙也下江南 也没到过广州吧 应该是 就挺多去江南嘛 我也没去过那地方 开了就开了 能怎么着 当年一不留神拜给你 你臭不要脸的又来劲 还跟我这些叫中国开放 断然拒绝 美国总统 给咸丰皇帝写国书啊 英文国书咸丰皇帝 当然看不懂啊 就找人翻译 美国人找人翻译的 也不知道这找到谁 给翻译成汉语 结果翻译的那小子吧 你说这是诚心还是怎么着 也不知道 他把美国总统的字称 给翻译成了镇 给翻译成了镇 结果这封国书 还真就递到了咸丰皇帝手里 是直立总督 是谁给带递的 咸丰一看就火了 在这国书上给人批了一行字 该疑夜郎自大 不觉可笑 你还镇 你普天之下谁敢跟 跟镇面前称镇 对吧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 该疑夜郎自大 不觉可笑 退回去 不要 然后谁递来的 这国书谁递来的 谁交给我的 然后这一票人 统统的处分 所以他们看不起 你别来信 你又来了 结果你看不起的话 人就出事了 就咱们中国人 是有这么一种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孔夫子也讲 妖蒙不信 什么叫妖蒙不信 你在被要挟的状态下 定立的蒙约 我可以怎么样 不遵守 咱中国人这么认为 妖蒙不信 城下之蒙 我就可以不遵守 洋人不这么看 甭管什么蒙 甭管什么手段 让你蒙的 国际法承认的 对吧 两国签字画牙 盖章 招大信于天下 你说废除就废除 这个是不合适的 能明白的意思吗 这个是不合适 也就是说实际上 什么意思呢 不平等条约 不合理 但合什么 合法 洋人是从法看问题 中国人是从理看问题 是吧 哎 理看问题 你看咱中国的那个县衙门 是吧 这个大堂上 搁六个字 天理人情国法 法摆了呢 是吧 最后 天理人情国法 这两种不同的观念 洋人就觉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是吧 咱签了约了 盖了张了 两国皇上扣了张了 往上你不遵守 对吧 咱们就觉得那怎么了 那你强迫我干的 我就我就不同意 是吧 我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是吧 那那怎么办 那揍你吧 你说了不算 是吧 所以 1856年 英法两国发动二压 直到 1860年 攻入北京 火烧圆明园 找到了吗 那中国战败 求和 这个时候的英法联军 跟当年的 一压时候的英法联军相比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就像当时联军已经使用这种 呃 后膛装弹的定装式的步枪了 那就是他的这个子弹是从后边装进去 而且呢是发射子弹了 不像一压的时候还是从枪口装弹丸 盗钥 然后装弹丸 捅瓷尸了才能打 现在直接的子弹从后边发出去 那这个雨林也没事了 那雨林也没事了 中国军队仍然还是以 刀锚弓箭等冷兵器为主 那所以大谷口一战 看出来这个这个 这个装备水平差距怎么样 太远 太远 这个蒙古 博多格里台亲王 森格林沁 指挥三千铁骑 冲击英法联军的阵地 这三千铁骑要倒退个 六百年 那绝对灭了欧洲几个国家 能把英国灭了 结果六百年后的欧洲人跟那个时候 不一样 这英国人快枪快炮 枪炮声停息之后 三千蒙古铁骑 仅于七人六马 剩下全部战死沙场 连僧王本人的坐骑都被击毙 幸亏这个警卫员把他抱起来 葛事哈啥把他抱起来 逃离战场 所以森格林沁就一退再退 就退到了这个 北京通州的张家弯 八里桥 今天地铁都能到吧 组织这个张家弯八里桥之战 清军累计参战兵力三万九 三万九千人 英法联军是一万七 一万七 结果这个英法联军以五人阵亡 三十人受伤的代价 这个打死打伤清军五千多人 清军几乎就是全军溃散 就你的这个冷兵器时代 尤其是经过八里桥一战之后 中国基本上骑兵就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 就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 骑兵的精华全部被怎么样 消灭干净了 以后再打仗 你包括人民解放军主要都是什么兵 步兵了 骑兵在速射步枪发明之后 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下马给步兵煮饭 那就只有这个作用了 那玩意速射步枪一出现 所以没办法 那这个人家张家弯八里桥 然后就奔北京就来了 咸丰皇帝表示我要御驾亲征 是吧 我要御驾亲征 大臣说您别 别这嘚嗦了 是吧 您还亲征 你带谁去 你带公友 带太太 是吧 这几万军队在通州就全完了 咱别 咱别了 咱跑吧 跑哪去了 热和吗 就是这个 毕竹山庄 是吧 毕竹山庄 因为祖宗留在的规矩 到这个时候应该去热和打猎 我不是不打侵略者 是祖宗让我去打猎 所以我就去打猎了 那中国战败 求和 洋人为了教育一下 这个咸丰皇帝 是吧 放火烧毁了他的行宫 这个圆明园 洋人为什么要烧圆明园呢 因为在这个通州张家弯的那个时候啊 咱们跟洋人谈判 把39个谈判的使节全部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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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 两国交兵不斩 来使 何况这是跟外国人谈判 39个使节全部抓捕 然后关到圆明园里 等联军打下圆明园的时候 不到一年嘛 打下圆明园的时候还剩17了 剩下的全都给折磨死了 有的人带着那个铁料 带着脚铐 最后那个手脚都都都溃烂 都露出骨头来 他是因为这个手铐脚铐 所以联军为了报复中国人 杀害联军的使者 所以一把火把圆明园就给烧了 老百姓兴高采了 好一强 真的强 是吧 因为这烧的是谁的东西 跟我没关系 我平时进不去 现在能进来了 得哪点咱叫 哪点 所以圆明园历经三节 第一节是火节 这是联军干的 这是联军干的 然后是石节和土节 这都是中国人民干的 火节只是把中国式的建筑烧掉了 那西洋式的建筑是烧不掉的 然后中国的达官贵人就开始进去 运 我们家有狮子 缺狮子 我们家缺华表 我们家缺供电台阶 全运走了 运各自家 你北大清华哪儿没有这玩意儿 对吧 都运走了 然后老百姓就进去 开荒种地 维湖造田 彻底圆明园就挖了大了 彻底圆明园 被摧毁还是毁在自个人手里 彻底被摧毁 是毁在自个人手里 就是中国的政府跟人民 在当时完全就是什么 两张皮 对吧 就跟伊拉克 他打萨达姆 他关我什么事 美国是打萨达姆 我要保卫萨达姆死了 我疯了 萨达姆七都都做宫殿 连马桶刷都是金的 我连酸奶都喝不上 我为他卖命 我自虐狂我 我自虐狂 所以说美国要是打这些国家 什么朝鲜了 这些邪恶国家 你都甭扔原子弹 扔扔这弹 你扔汉堡包都完了 绝对朝鲜人民全起义了 扔汉堡包也够像 他没见过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不敢吃 扔土豆 蒸熟的土豆 整框整框 你看朝鲜军队起义不起义 扔什么炸弹的 没必要 没有必要 根本没必要 吃了上顿没下顿 你打他还不容易吗 所以这个 中国 圆明园被烧了 皇上一求和 干嘛 结果很单纯 干嘛 签约吧 天津条约和 北京条约 开天津等沿海沿江十一处通商口岸 这个通商口岸啊 天津等十一处嘛 是吧 你就在边上写 写一点 写一下就得了 遍及 中国沿海 遍及中国沿海 原来是东南沿海 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了 整个沿海 遍及 中国沿海 深入长江中下游 遍及中国沿海 中国沿海 深入长江中下游 说明他的侵略势力怎么样 加深了嘛 然后赔偿英法 白银 那白银 这个一鸭呀 咱教材现在 很聪明 他不讲了 过去我们说 这个一次鸦片战争 赔款是多少呢 2100万 银元 这里边就是大家注意 不平等条约里边的内容 不一定都是 不平等了 一次鸦片战争 我们赔款 不是2100万银元 这2100万银元呢 是三笔 军费900万 鸦片烟600万 商欠600万 军费900万 不该给他 你打我 我还给你钱 对吧 那是咱屈辱 鸦片烟的600万 不该给 商欠的600万 是你历年欠英国商人的钱 你不给人家 为什么咱们不给人家呢 因为英国商人只能跟广州十三行做买卖 十三行背后有谁啊 有政府啊 十三行的那帮人都是无品顶带啊 对吧 你向广州告我啊 我比支付都大 你告我啊 你向中央告我 我朝廷命官 你怎么告我啊 我拿了你东西我就不给你钱 我就不给你发货 是吧 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欠了人家600万 你不给人钱 人家商人到政府那里哭诉 人政府要比你政府厉害 人老大来要钱来了 是吧 所以这600万实际上是怎么样 是该给的 这600万是该给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不说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他不提了 这赔款多少 他没法说了 没法说就不提了 底下这个 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 游历经商传教 你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 游历经商传教 有什么危害啊 又有孩子说文化侵略 实际上啊 这个 就是相对而言 就是什么 保密性就稍微差了一点 有的时候你不能不佩服啊 你像尤其外国那些传教士 真的都是 就是说怎么说呢 这个圣贤一级的人物 深入到中国那种穷乡僻壤 苗乡 遥乡 去传播上帝的福音 然后扎根中国一待就待 几十年 是吧 你甭管他搞笑不搞笑 传播那玩笑 我不信 什么上帝是什么人是上帝捏的 人是猴变的 这也无所谓 你相信不相信 他这种精神真的是很让人 钦佩 是吧 当时读教会学校的是什么孩子 什么孩子 什么样的学生去读教会学校 没饭吃了 对吧 穷孩子 有钱的孩子干嘛 四叔 四叔五经将来要干嘛 科举啊 那都是穷孩子去读教会学校 是吧 家里穿不上 从小到大穿不上鞋的 是吧 你来我这读书 来一天 给一碗米 来一天给一碗米 你不但能读书 你家里人还能怎么样 饱是不可能的了 一碗米哪能饱啊 熬碗粥喝肯定没问题吧 对吧 熬锅粥喝没问题吧 来一天给一碗米 来一天给一碗米 他能这样来吸引你来读书 知识改变命运吗 那你能说这东西算侵略吗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 怎么说的就是 中国的一切的一切 其实全被人家给怎么样 就看穿了吗 那看穿了 我小时候 北京 主要街道路口 都立着一个 就墙上有一个唐词牌子 一米见方 白地儿 黑字 或者是蓝地儿白字 中英俄三种文字 那会儿不知道那是英文和俄文 不懂 是吧 中文咱认的 外国人未经文史 禁止入内 基本上北京城的主要街道 都禁止外国人入内 是吧 外国人要来北京逛街 只有一条街 长安街 你也看不见人 反正 你可以逛 你可以开车过一下 然后外国人要买东西 只能去一个商店 友谊商店 友谊商店 你又想上百货大楼 东安市场 门也没有 不允许你去 外国人禁止入内 所以那会儿 中国保密工作 做得非常好 绝不允许中国人 跟外国人接触 是不允许外国人 跟中国人接触 就跟今天 这个法西斯朝鲜一样 是吧 一样 他不允许你接触 为什么不允许你接触呢 就因为当时中国太怎么样 太罗后 怕让人看见 怕让人看见 一进商场 是吧 顾客比售货员多 售货员比商品多 你这玩的 是吧 什么都没有 你这哪能让你看 就都有一商店没问题 物质产品极大丰富 都特供的什么都 什么都能买着 是吧 实际上中国人 什么都买不着 那哪成 是吧 但是保密啊 保密啊 洋人不知道我们很落后 是吧 连中国到底有多少人 他都闹不清楚 是吧 然后外国军舰和商船 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这破坏了中国的什么主权啊 领什么啊 这不是海啊 就内核 对吧 内核主权 内核绝对是不应该开放的 破坏中国内核航运权 一直到49年嘛 解放军过江的时候 英国护卫舰 紫石英号还拦截 然后让咱给打跑了 所以它的危害 或者说最后二压的影响 中国丧射大片领土 主权 严重侵害 半直半丰的程度加深 明白了意思吗 那等于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第一个单元这个线索两次鸦片战争 中国开始沦为半直半丰社会 到逐步加深 能明白这个吗 到逐步加深 开始到逐步加深 然后地主阶级的探索就是什么 新思想的蒙发 行了 今天就到这了 感谢观看